好同时要告诉你现在还有假酒出现 尤其这两天天气转冷了 很多人想要进补一下来吃姜木鸭或者是烧酒机 不过呢在台北县树林分局却破获了一个制造假酒的工厂 嫌犯把买来的酒精用蒸溜水稀释之后 装在像这个回收饭买来的深色瓶子里 然后呢在贴上自制的米酒标签之后就售往中南部 估计获利已经超过了百万 警方现在很担心已经有大量的假酒流入市面 目前正在积极的来追查这些假酒下落 一箱箱米酒全都已经装好箱准备出货 在每瓶米酒的瓶身上都贴有嫌犯自制公卖局的仿冒米酒标签 工厂内堆满了像回收饭买来的深色瓶子 用专用清洗器洗干净后 从西式酒精开始直到硬标签装箱 嫌犯和十几名员工全都在厂内完成作业 收购这个旧的酒瓶 然后自己印制这个商标 Mark来这个张贴 然后你这个市价差不多750到800 销售到南部 树林警方接获民众报案 破获了这家位于西郡街的甲酒工厂 工厂里总共查获了数量多达3000瓶的甲米酒 共一万八千公升 一般民众如果说不是很专业的话 应该比较难分辨 现在甲酒比较严重 尤其那个冬天到的那个酱母鸭 还有一些羊肉乳都用了很多 那有些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中枢神经 被逮捕的工厂负责人坐在角落不发抑郁 10月开始自制甲酒贩卖中南部 至今获利超过百万 怀疑工厂制作的大量甲酒已经流入市面 目前警方正积极追查甲酒贩卖的六项 中天新闻客艺青阿公雅麦季云 台北采访报道